全国人大代表、广西桥连主席陈杰英 3月1日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 介绍2024年全国两会议案与建议 陈杰英建议 应加快续签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有效地推进中越双方交流与合作 北部湾渔场是我国四大渔场之一 2000年中越签订了 中越北部湾渔业合作协定 对中越渔业合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目前有效期已经预期近四年 渔民的收入受到较大的影响 不利于广西渔民的生存发展 我建议中越双方尽快签署新的 渔业合作协议 有效地推动中越双方交流与合作 更好的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中越命运共同体 在议案中 陈杰英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相关问题 确保国家价格法律法规 能与时俱进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我的议案是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价格法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我认为现行的这个价格法 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当前的发展 为了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 我建议尽快对这个价格法 进行修订 确保国家价格法律 法规 能以时俱进 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 合法潜意 2023年以来 广西侨联积极联系与服务侨胞 推动成立RCEP海外侨胞法律权益维护工作站 首次运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规则 为侨胞和侨企提供专业 专注和高效的民商式法律服务 有效解决海内外侨胞在投资合作 商贸往来 旅游探亲等方面存在的困难 并深入困难侨企和华侨农林厂开展调查研究 持续提升服务滞效 积极为企业解决生产经营中的困难 帮助解决极难筹判问题超150余届 为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下一步 广西侨联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 引导更多侨商参与中国东盟产业合作区建设 助力广西构建新发展格局 计较友好东盟主题 开展桥林化中马建交 中业民间化合作 桥林桥青化情谊等主题活动 开展八贵民意走东盟的活动 在海外华文学校积极打造八贵书屋 持续开展海外华裔青少年下令活动 用好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 推动广西六宝茶 尼星桃等 飞移文化产品 走出去 增强海外侨胞的文化认同 服务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进一步促进中国东盟国际文化交流 促进中业友好关系发展 促进中业民心相通 让世界了解广西 让广西走向世界 我们开展广西三叶山 乡音波全球 走进越南平阳活动 还走进缅甸老挝等社团的活动 开展桥约八贵 向海图长 海外顾问看广西活动等 继续办好海外华侨华人 玉林肯金大会 防情港联谊大会 注重做好海域新生诞 新华侨华人等重点群体的工作 广泛凝聚支持参与 我去开放合作的共识和力量